那初题的部分的话呢 最后记得要多清除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在回圈里面呢 多清除一个 这边的话再增加一个12 那清除前次的什么呢 答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清除前次的答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多一个注解 那怎么清除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把cells 有没有 本来是c的变成什么 变成d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合理了 要的时候答案再调过来 来看一下 这边出题 还清楚了 有没有 然后呢 我作答33 通通拆3的话呢 再来评分 评分的时候再去抠过来 答案就出来了 总成绩为33.75 有没有 这边的话就 那再来评分 那出题 全部清空 那再做打3 这次换2好了 拆2 刚刚拆3 还蛮高分的 能够拆到3几分 平分 18分 18.75 OK 那这里的话呢 我刚刚的逻辑 大概再解释一下 就是第一个 请把原来正确答案的部分呢 剪下贴到z轴去 剪下 记得是剪下 贴到z轴 那再来的话呢 把z轴 z轴 z轴 不是z轴 z轴 z的部分 那里面的话呢 记得把它改成白色的 这个有点 这个只是一个小 就是说呢 就是有点偷懒的 偷懒 就是有点像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说 要的时候再把它 就是再把它 叫 就是再复制 再把它指向过来 所以会多这一行 就是在那个 评分的这地方 多了这一行 那最后的话呢 出题的时候 也要再清除前次的 这个答案 所以这边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试试看 试试看